啊 这些怪物一直在撞门 真的无语了 不行 我得用弓箭阻止他们 别等会真把门撞烂了 谁知道这东西会不会咬人 跟丧事似的 呀 拉一次弓要用好大的力气 太难了 平时能坐着就不站着 能躺着就不坐着 哪来的什么体力啊 呜呜呜 才这么一会手就酸的不行 等等 为什么 为什么小区周围都围上了铁栏 但凡是能出去的地方都被围上了 这 这什么情况 我记得昨天还没有 喂 往这边看 这边 我在上面 我是昨天找你要东西的那个研究员 我在你家房顶 我去 还真是你 你是 你是怎么上去的 难不成你会飞 我用的勾爪 嗯 你可能不太懂 总之 你进来 我在这给你放个梯子 你先上来 好家伙 你直接把我家房顶凿穿了 你来这干啥 看到下面的怪物了吗 一夜之间突然多了这么多 我来找你就是因为这个 不过具体是什么原因我还不清楚 我是来帮你消灭这些怪物的 这些怪物会咬人 如果被咬到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 他们变成这样就是因为淋了酸鱼 啊 这些东西还会咬人 那 那不就是像丧尸吗 这酸鱼还有着威力 天呐 这个世界越来越电了 对了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小区被围了起来 明明昨天还没有 这就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 总之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可算 可算消灭完了 好嘞 感觉一周的运动量都用完了